好了,回來了 講講俄乎戰爭 這是最後的話題 烏克蘭軍方就說 在保衛巴克穆特方面 就能夠取得進展 那麼 根據烏克蘭軍方的發言人的說法 俄羅斯現在繼續進攻 現在俄羅斯還有散兵 新部隊 就是投入巴克穆特那裡 那麼 扎蓮斯基又出來講 他在視頻講話那裡有講 俄羅斯就在幾個地區 持續炮擊 那麼 扎蓮斯基就說 這些炮擊就表明 大家都有必要對莫斯科 施加進一步的國際壓力 好了 那麼 烏克蘭軍方的發言人 他說的情況就是 現在俄羅斯的軍隊在某些地方就被擊退 但是 要說但是 那個 就是 進展是很緩慢的 他們的部隊 現在向前了500米左右 他們進行了防禦行動和反擊 然後就向前走了500米 但是這個訊息就是 我們之前也說過 俄羅斯說不夠彈藥那些 就是華格勒集團的那個人 普利哥任出來講 說現在沒有彈藥 烏克蘭的說法就是 沒有看到俄羅斯軍隊彈藥短缺的跡象 跟普利哥任說的話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普利哥任是放假消息的 那麼 這個烏克蘭國防部的哥哥就說 現在 俄羅斯正在尋求 接管這個城市 就用所有的東西進行打擊 根本就是 各種口徑的火炮都有 各種 武器系統都在用 不斷是 向巴克穆特 轉移 新的 戰鬥單位 那麼 裡面當然有散兵 還有其他的 俄羅斯不斷投入 那麼 巴克穆特在 被打仗之前有7萬人 那麼現在 裡面基本上全部都是軍人 那麼 俄羅斯方面 有沒有對 烏克蘭方面作出回應 暫時 是 沒有正式的軍方回應 但是俄羅斯的塔斯新聞社 他又引述了 這個不是公開說的 這個應該是 他是俄羅斯國防部自己跟塔斯社說的 那麼 就是說俄羅斯的部隊繼續戰鬥 那麼 會奪取巴克穆特西部的地區 那麼華革納集團當然 繼續在這裏 咀 這個 俄羅斯軍方 這個普利哥人 那 那麼 呃 現在看到 一個情況就是 俄羅斯的 散兵呢 就 佔了 我本來對烏克蘭有利的陣地 那麼究竟之後會是怎樣的 現在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其實打了很久 這個巴克穆特 現在已經是一個 必爭之地 之前其實是否必爭之地 其實有些人說不是 也不是必爭之地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就變成了必爭之地了 那麼封面講的那個話題 就是跟這個 愛國者導彈有關的 那麼這個消息呢 其實 在 芒祖多合一時事那裡也有講到的 現在講多一點點 因為那一節裡面就有些事情沒有講到 但是 現在的講法就是 烏克蘭用 美國製造的 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 就射低了六顆 俄羅斯的高超音速匕首導彈 這個是 美國方面講出來的訊息來的 老實說 我不是很相信這個訊息的 為什麼我不是很相信這個訊息呢 你說 射到 一半的數量下來 我就覺得有可能 但是現在呢 他說出來的數字就很奇怪 為什麼說他很奇怪呢 他說呢 這個匕首導彈 應該損傷了 部分的愛國者的系統 應該是用高超音速導彈 摧毀了在幾乎的 外國者的導彈發射器 其實 俄羅斯射了多少顆導彈過去烏克蘭呢 即是射了多少顆匕首呢 如果根據烏克蘭的說法 大概應該是射了七顆左右 那麼 烏克蘭就說 用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 就截了六顆 那麼剩下的那顆 估計應該是打中了這個 愛國者導彈的發射器 那麼 美國官員就 就 初步確認了這個信息 就說現在華盛頓 和基庫已經在討論 如何修復這個愛國者導彈系統 那麼 目前看來 這套系統就不用在烏克蘭那裡撤出 現在是這麼說的 那麼美國就會在未來幾天 這是根據 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的 的說法 他們也只是有初步信息而已 他就說 這些信息可能會隨時間的推移而有變化的 那麼美國 在未來幾天就會更加好地了解 那個損失的狀況 那麼 愛國者這套東西 是美國最先進的防空系統之一 不僅僅只有這一樣的 美國他有其他防空系統 你說愛國者 這套東西 就是對俄羅斯的東西有沒有效 我認為他射俄羅斯那些火箭 其他導彈那些東西下來是沒有問題的 肯定做得到 但是 外國者的防空導彈的成本太高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一打出長長仗 其實俄羅斯那種低成本生產武器的方式 就會很有效 結果 西方國家就要投入很多錢 給烏克蘭去攔截那些武器 這樣做是沒有成本效益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 John Kirby 他就跟一些記者說 他說沒有辦法證實 這個愛國者系統在 烏克蘭遭到破壞的報道 我認為是 俄羅斯應該是把握了 它的系統的一部分 但是就摧毀不了那個 系統 我認為是如此 有沒有說過這個李浩石事件 李浩石事件沒有說過 有人問 李浩石事件我沒有說過 我也應該不會說的 應該不會說的 不過 李浩石他裡面 有沒有說的東西是不恰當的 在國內有些東西是 是不能夠亂說的 我也要說清楚 但是這件事情 不應該帶來香港 我的看法就是如此 有些東西 在國內不能說 在香港也應該說得到 不過這是我的看法 只是個人觀感而已 個人觀點而已 John Kirby 就說 運到烏克蘭的美國軍事裝備 都經常會壞的 損壞的程度 那就看看可不可以修理 烏克蘭他自己修理 就是他自己搞 不行我給國人幫他搞 如果 愛國者系統 雖然 現在還沒確認到 如果真的要拿去境外修理 那美國呢 他就說當然會提供幫助 不過John Kirby 就說 現在證實不了而已 是他的說法 就是愛國者 其實 他的系統其實是有很多東西的 他也有雷達 有其他Kickrack那些東西 他又不是一件東西 他是有很多件東西 我認為俄羅斯很可能打中 就是 一個發射器 我估計 這個是我估計而已 因為在區別也擴認不了 是不是 烏克蘭他聲稱什麼呢 這個就是 星期二的時候他聲稱成功擊落18顆導彈 有六顆是匕首的 就是俄羅斯向基輔的目標發射 就發射導彈的數量而言 這就是很短時間向多個方向發射的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 他較早之前有說 飛機 射下來的六顆匕首導彈 他攔截了 還有就是在黑海那裡 俄羅斯就有射巡航導彈 這個就是Kalibar 有九顆 Kalibar的巡航導彈 還有就是 地面又射了三顆 Eskander Eskander 跟那個匕首 是一樣的 技術是一樣的 其實那個Eskander 嚴格來說 你強行說也可以說 那一樣是 高超音速導彈 那 俄羅斯怎麼說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邵伊古 就 駁斥了烏克蘭 用來攔截 六顆匕首的說法 邵伊古就說 我們也沒有射這麼多顆 我們也沒有射這麼多顆 你為什麼可以攔截這麼多顆呢? 那麼 邵伊古就說 烏克蘭 說攔截了的導彈數量 是我們發射數量的三倍 那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他就說 他們經常搞錯了導彈的型號 這樣 哈哈哈哈 那所以呢 就 他們就 這個 他所說的 就是為什麼 烏克蘭沒有打中 這些導彈 其實 俄羅斯 在打烏克蘭初期 其實已經有用這個匕首導彈 但是你說是不是射很多顆出來 我想應該也不會的 因為都是貴 那麼 這個匕首導彈 當然可以去到音速的十倍 那麼 射程是兩千公里的 可以很遠的 那麼 講到這裡 其實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戰況也是激烈的 那麼 兩邊都是 有真有假的消息 我認為 那個匕首 截不截到 好 我認為愛國者 就算截到 也不可能百分百 而且 現在 美國的戰略是有些問題的 就是美國和烏克蘭的戰略是有問題的 就是俄羅斯射一些東西去攔截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 俄羅斯可以 用很便宜的導彈去射你 你就用一些很貴的導彈去截擊 那麼 結果 護耗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不夠人耗的 其實就是 事實就是這樣 好了 那麼 講到這裡 差不多了 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 我們 點樣子 啦 我們 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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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